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開會 工聯會的立法委員麥美娟又獻身有 他在會上要求政府當局 交代所有從外地輸入個案的數字和詳情 聲稱要向這些來源國家追究責任 到底他的說法是怎樣的 他就說本來香港在3月2日開始逐步回復公共服務 公務員又不需要繼續在家工作 社會逐漸恢復當中 但是突然之間又多了一批輸入的個案 這批個案在哪裡來的呢 你要清楚地告訴我 即是他跟陳肇始說 搞到我們香港又要搞限聚令 那麼多商界和從業員就沒有了生意收入 而香港政府又要搞第二輪的基金 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 就應該向這些輸入個案的國家追溯 他又說出這些說話 簡直就是作為建制派的豬隊友 那時候你拆鞋 麻煩你用回正確的鞋友 就不是用火水來拆鞋 當全世界都說要向中國提出追究責任 和索取賠償之際 麥美娟議員竟然在這個立法會當中大言不慘 又再提起要追究責任 好像嫌中國不夠麻煩 所謂崩口人記崩口碗 你提出這些議題 只會是令到中國尷尬 顏面何存 郭家琪在會上直戚麥美娟 他怎麼說 他就說搞清楚事實 是中國的湖北省武漢令到全球出事 叫全世界和中國計數 說這些 照一下鏡頭 麥美娟其實都很沒面子 你又要在這個立法會當中表演中字母 就要向北京表示你的忠誠 實情你整班建制派 都是為了北京服務 都是向北京問責 說這些都不是以香港人作為本位 除了麥美娟保駕護航之外 還不少得民建聯的葛珮帆 到底他怎麼說 他就說 目前仍然未能夠斷定 源頭是來自中國大陸 他就批評郭家琪 只不過是想幫美國總統特朗普連任 將散播病毒的責任 推卸給中央政府 既然葛珮帆大博士 葛珮帆大議員認為責任不在於大陸政府 不知你會不會同意 向中國展開一個國際獨立調查 以美國和澳洲為首的國家 已經在推動相關的工作 不如你又支持一下 作出這個獨立調查 若然你又不支持獨立調查 一味就出來大喊 說中國是清白無辜 你這個說法又有幾科學呢 陳肇始局長提供了什麼數據呢 他就說 輸入的個案當中 400人是來自英國 83人是來自美國 45人是法國 35人是瑞士 33人是加拿大 但他又沒有提供來自中國的 輸入個案數字是多少 麥美娟說要追責 為什麼你不提供中國的數字呢 實情香港第一宗輸入的個案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1月21日 那個患者正正是來自武漢 搭高鐵下來香港 而且在高鐵西九龍站那一宗 就是被篩查得到 他是發燒 然後就送了進醫院 然後就確診 而且在早期的個案當中 很多都是從中國大陸傳入 或者就是本地人 跟那些大陸的旅客有接觸以後 就受到感染 到底麥美娟 聲稱要追究責任 是否同時要向中國追究責任呢 你這個人 不要只懂得擦鞋 只懂得以中國 以北京為本位才行 你要擦鞋 都要顧及到主旨的感受 你不能夠令到他尷尬 如果論擦鞋的功力 麥美娟真是完全不合格 回家再練習一下才走出來講 大家看到在議會當中 有這樣的議員的表現可以這麼不濟 所以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一定就是要站出來投票 將這班人的議席 數字的壓縮到最少才行 忠然你都說 現在擺明說可能會DQ 你那些非建制派民主派的候選人 但我們作為市民仍然是需要 履行公民責任 他DQ就還他DQ 我們投票就有我們投票 若然我們連自己的那一步都不去做的話 誤信了那些白票兵團 又說議會沒用了 大家不用去投 若然是信了這一套的話 就死了 到時候就不是 大陸政府要DQ你的議員 而是那些議員就被市民DQ了 因為他不夠票選不到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聽信那些殘言 不要聽信那些妖言惑中 一定記得要在5月2號之前 登記成為選民 今屆立法會選舉一定要投票 而且我知道 沈旭輝教授 他在Facebook和Youtube 都提出了一個計劃 9月6日希望海外的香港人 都要回來投票 履行公民責任 我要提醒那些海外人士 若然你要投票的話 你記得要查清楚 到底你那個選民資格 有沒有被取消 上網就可以查 若然被取消了的話 記得要緊時間 登記成為選民 如果不是白行一趟 接著講講另一件事 就關於澳洲 澳洲最近對中國頻頻發功 澳洲總理莫里森呼籲 世衛組織所有成員國 都應該要支持對全球大流行疫情 進行獨立調查 他說 所有成員國都應該有義務參與審查 而澳洲將會在5月17日舉行的 世衛組織大會期間 推動國際獨立調查 澳洲總理的表態 被認為將會進一步威脅到 中澳之間的緊張關係 我們昨天也提到 中國駐識尼大使館 其實也是對於當地的報紙 叫做《每日電訊報》 提出了強烈的批評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份報紙其中一篇漫畫 將中國的國費 進行了二次創作 變成了一個好像病毒的樣子 其實就是要諷刺中國隱瞞疫情 當《每日電訊報》編輯布萊爾 收到來自大使館的抗議之後 他們完全沒有跪下 他就說 懷疑你們到底知不知什麼 才是真正叫做傷害中國人民 每年濫報濫判幾千人 你中國駐識尼總領事館 要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隨便 對我們《每日電訊報》都沒有影響 你中國政府嘴裡的中國人民意思 其實就是專制政府 中國聲稱言論自由 不能侵犯人類的良知 和社會道德底線 請原諒我們 不會接受 懲罰言論自由的 共產黨指示 而且他還在串 中國駐識尼總領事館 你們想我們公開道歉 請檢查一下 你自己的地址 是位於悉尼的鄧布蘭街 而不是北京 你的要求在這裡 根本就不算是什麼 這位布萊爾 建議中國政府 應該為全球的抗疫 敵鬥爭做多些有益的事 如果要我們道歉的話 太難了 我們只會是繼續維持自由 這位布萊爾也挺有風骨的 這樣看來 起碼不會人家一投訴 一抗議他就跪下 起碼他就沒有遵循到 別人的指示 或者去道歉 比起很多媒體 一聽到要抗議 就立即跪下 那就真是把鬼 而且澳洲 對於中國的態度 相對強硬 大家看到 在計美國之後 最強硬就是澳洲 其他英國 法國 德國 其實真的是軟皮蛇 所以難怪麥美娟之流 可以在立法會當中口出狂言 就說要向外地輸入個案的來源國 是追究責任的 因為你太軟弱 你沒理由被冤禮 你就是那個來源地 到底真實的來源在哪裡 你就開一個國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清查楚 查完以後 就可以追究責任 和索取賠償 目的都是後面的兩樣東西 實情來源在哪裡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不過 有些國際的專家 在做證 那就沒得好爭 這樣就足夠科學的意思 最後 我要多謝兩位屯門的區議員 分別是林明欣和林建祥 他們今天去到其中一位的老友幾家 幫他安裝電腦 以及上網的器材 使得他可以在家裡的安座家中 都很流暢地收睇到本台的節目 所以非常感激他 另外我們的節目 明晚的10點 是會有直播的 希望到時大家多多支持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